你好 欢迎收看5月17号的台湾大新闻 我是陈慧玲 台湾人口结构逐渐高龄化 但是长期照顾却是面临了极大的能力缺口 所以新北市就业服务中心就特别推动缺工就业奖励计划 让劳工依照受雇期间长短 每个月可以领取5000元到7000元的补助 由于长寿工作的时间长高体力负荷 如果在养护机构任职还需轮班 让长期照顾面临极大的能力缺口 新北市就业服务中心特别推动了缺工就业奖励计划 让劳工依受雇期间长短 每月可以领取5000元到7000元奖励 奖励期间最长有18个月 最多补助10万8000元 在长期照顾这个部分的一个能力是 它工时长而且很辛苦 然后又要轮班 所以其实很多人都不愿意去从事这样一个长照工作 我们有一个缺工就业奖励的一个补助计划 最高可以补助到10万8000元 这个是针对就是要鼓励我们这些失业老公 然后去投入这个照顾服务工作 所以我们特别有这样一个切工就业的一个讲助计划 另外救服中心为了媒合相关人才将于今年举办三场长期照顾人力增才活动 第一场定于5月18日办理 有兴趣且符合资格的民众 也可以洽询三重就业服务站 今年也会办理三场的一个客制化 就是长期照顾人力的一个增才活动 所以在5月18号 我们就要在三重区的一个过境市民活动中心 来办理这个长照人力的一个增才活动 那是早上的11点到下午的3点 那也欢迎我们市民朋友 有兴趣投入长期照顾的这个工作 那可以在这个5月18号的11点到下午的3点 在我们这个过境市民活动中心 来去争取这样的工作 去面试这样的一个工作 由于长照工作时间长 高体力负荷 如果在养护机构还要轮班 往往留不住人才 也导致长照政策向外籍劳工倾斜 劳工局透过缺工奖励 让人才愿意投入长照的行列 介绊强社长报导